要請教一下賴律師 因為這一次 因為以前是這樣 你跟阿德是夫妻 那阿德外遇了 這個是小三 你就告了阿德也告了小三 對 那我撤回對阿德 對 最後這個老公薪水要養家 或者是要有一個完整的家 雖然你還是很討厭他 可是你就撤告了老公 那這一次他這個 宣告違憲是說 你不能夠只撤告一個 要嘛兩個都要撤告 要嘛要告兩個都告 那現在已經沒有 有通監有罪了 那在民事的部分也這樣嗎 同樣的 就是說民事部分 它叫做共同侵權 也就是要負連帶責任 確實有這個法律上的規定 那剛才鄭大哥的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刑事訴法239條 也就是我們認為 它是違反了平等權 為什麼只能告他不能告他 所以這次也認為是立即失效 所以當然司法機關必須要去修法了 那第二件事情 但民事配偶權 是完全沒受到影響的 你還是可以根據 民法185條去控訴這兩個人 它一樣是侵害我的配偶權 所以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但是呢我會提醒各位 在通天除罪話之後的 下一步錄會是什麼 下一步錄 其實我們常常一直在這個節目上講 婚前協議或婚姻契約 針對於違反婚姻忠誠的 你可以用婚姻契約或婚前協議 訂下這樣的一個違約條款 因為它就是像一個契約的違約 那麼如果說譬如說舉例來講 我跟阿德結婚了 我說我覺得這個人常常外遇 一天到晚在節目上講的 好像沒有什麼忠贈 舉例啦 那可是我跟他結婚我風險很大 那我可能在這裡頭就先跟他設定了 我是譬如說夫妻分別財產制 以後你不要到時候離婚 還跟我告財產分配 那第二個就是 他如果違反了婚姻忠誠的話 他要賠我多少錢 假設我是一千萬 那我就先叫你把本票先開出來給我 舉例啦 你可以先設下這樣的條款 但很千萬的記得 婚前協議也好 也婚姻契約也好 你不要立下就是說 如果你違反婚姻忠誠 離婚 然後你房子孩子歸我 然後錢給我多少 你只要寫下一個預曆離婚這個條件 你覺得這整個婚姻契約或婚姻協議 就會無效 所以我再講一個實務的問題 就是說我現在 你是大老婆 那你正在告這個小三 可是你已經對老公撤告了 那現在就通見已經除罪了 現在要告的是民事 所以你現在大老婆要決定說 我到底要兩個再回去再告老公 還是說要把這個撤告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 民事賠償的話 我一個我告誰都可以 我是告誰都可以的 我不會說撤回他就只剩他 也不會有這件事 我先告他 我以後我兩年內 我對啊 侵害賠償是兩年的失效 我在決定 我覺得阿德一點回憶都沒有 我也要再告他 那也是可以的 那我現在不太懂的是說 比如說像民事的話 你告我的話 那民事就沒有所謂的案底不案底吧 是不是 沒有犯罪前科這件事啦 大家其實我也看到網路上 大家很在討論這件事 他說通間罪好歹有個前科紀錄 那你現在告成民事賠償了 就沒有前科紀錄 但是前科紀錄又代表了什麼 前科紀錄出國啊 移民嘛 就是移民嘛 就是良民證嘛 那我要講說 你的婚姻跟這個移民 這件事我不知道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啦 你重點啊 你讓他有罪 有前科又代表了是什麼意義 這個跟你的婚姻關係 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啦